刘爷爷的书把 小朋友好 古来圣贤结寂寞 今天我们来学古字的写法 古字看似简单 但是角度变化非常严谨 我们看 我们横左低右高 这个我们问题不大 这一个撇的角度很关键 古字如果写一个竖 写得很正的话 那就显得很呆板 所以一般的时候 我们把古字这一笔 写成一个撇的样子 这笔撇完以后 就需要下边的口 跟它相互的对应 把它这个斜度找回来 还要使得整个的字呢 保持平稳 那好 我们横左低右高 写上去了 这个也绷住劲 写过来了 我们这个笔画 就要向里收 产生变化 这个斜度大 我们这个斜度也就跟着大一点 我们这个横也可以向上多提一点 是三个横呢 中间这个横向上扬一点 然后我们再折回来 最后一个横 我们写得平一点 这样就把这一笔撇的这个斜度 给找回来 使得整个的字显得平稳 这样有收 有放 有紧 有书 这样这个字 才显得生动 骨字的结构 我们分析完了 骨字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笔画 横折 一起来看 你用爷爷书法的笔画分解动作 这个横折 肩入笔 逐渐向上翻 翻上去以后停顿 笔抬起来 顿下来 碾动毛笔 顺时针碾动 向下走 同样我们保持 里边也就左边直一点 右边也就外侧 弧度大一点 这样使得 提笔处 顿笔处 碾笔处 笔画的结实 而且呢 感觉饱满 圆润 如果没有这个碾动 就不会写得 方中有圆 而且注意 左边这条线 保持一个直线 这样使得 有直 有弧度之间的变化 这个弧度 向上扬 使得这个腕子 向上翻 提起来 再顿下去 这样显得 这个折的地方 就非常有利 下面 我完整地 把这个字写一遍 横 我们可以写得长一点 旗笔要饱满 行笔 要绷出劲 逐渐逐渐 向下压 有一个弧度 顿笔 收笔 撇 我们可以写得 稍微的 斜度大一点 不要太直 下面的口 不要太宽 这笔可以写 多大一点 向上扬 有个变化 压住 向里收 然后这个横 平一点就可以 这个古字就写好了 牛爷爷的书法 每日一字写出乐趣 小朋友们可以跟着 牛爷爷的书法歌 一起练习 小太阳人 我来考考你 你能说出多少个成语来 这个简单 成语 我说的是 你知道的成语 我知道呀 我成语 成语 小太阳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 要考你成语吗 多了解成语的知识 对我们书法 也是有帮助的